随着自媒体的快速发展 许多自媒体博主开始转战各大自媒体平台 试图以独特的品牌形象深入人心的品牌里面 在各领域快速取得成绩 但在全网流量挤压和用户增长放缓的当下 如何能在自媒体平台获得一席之地并不容易 或者说能够掌握平台流量密码 需要经过不断的实践与探索才能实现用户的翻倍增长 在诸多自媒体平台中 小红书以及原创里面带着小红书 找到全世界的好东西 在一众自媒体平台中脱颖而出 甚至是许多曾经在抖音 视频号等平台活跃的网络达人开始转战小红书 抢占一番天地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小红书 实现普通人也能达到的梦想 不论是将其用于分享 开展副业或创作 亦或是吸纳知识 可以看出小红书在本质上 更加适应大多数人的需求 而运营小红书不仅可以获得变现 更多的是对自己个人能力的提升 那么我们该如何运营小红书 紧抓流量密码 实现从0到1的突破呢 90后百万粉丝自媒体人 自媒体教育平台创始人 多平台MIC N机构创始人 个人IP商业顾问 今日头条公开课官方导师 百度百家号官方导师 小红书头部教育博主煞99所编撰的这部 5小时吃透小红书或将 为你解开小红书的流量密码 带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模式 快速实现用户翻倍增长 作者通过对运营小红书过程中的精准定位 爆款内容 高效出片 精细运营及多元变现这5个方面展开叙述 通过大量的多领域实力讲解 分析小红书流量密码 讲解各种快速涨粉 变现提升的方法 利用有限的时间 快速提升自己的认识水平 拓展思维模式 快人一步实现翻倍增长 正如作者在自诩中所说 想要成为优质的小红书博主 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的能力 内容创意与构思能力 文案创作能力 罗及思维能力 拍摄剪辑能力 镜头表现力 及基本的审美能力 这些能力都是相辅相成 且缺一不可的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优质的小红书博主 又不愿利用闲暇时间 自己去探索小红书的流量密码 不如来看煞99的小红书运营与变现详解 简单三步便可帮你打造吸尖人设 6个维度助你打造万赞爆款 简单快速运营账号实现多元变现 感谢观看